没有财心是不是就不能够发财呢 这个并不一定 要看财心是你的用神还是寄神 如果它是你的用神 它没有那确实是不好的 大家好我是王炳生 我的风格是只讲干活不说废话 一般来说我们说缺少财心不好 一般是指的是它是用神的情况 比如说用神没有 那么一般就财来财去一场空 是吧 那么得了财会破财 可能上面就得财 下面就破财 特别是没有财心 你想一下吧 是笔节是可财的 但你没有财的时候 那么往往也是对应着 你的笔节是比较旺的 那笔节也会夺财 所以即使财心来了 也会被笔节夺走 就现在你得到了 然后又被得走了 所以说就是财来财去一场空 另外呢 就是财心为用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财心 破财呢 就是有无情之破 就是比如说被骗 被劫啊 伤病灾 可就破的不值 就是什么叫破的值 破的值就是这个钱你唯我所用了 你拿到这个钱你存起来了 你购买房产 购买汽车啊 这些东西也是可以的 你就被人骗了 被人拿走了 你没有享受到是吧 这个就是无情之破 另外 无论男女是吧 父亲代表财 财心啊 就是偏财为父啊 那么没有财心 你笔节又旺 又会克财 那就克父 说父亲就早死 病残 没有什么能力去帮你啊 另外单独对男的来说 啊 财心也为妻子 那么就是跟妻缘就比较薄弱啊 你没有财心就没有妻心嘛 要不就没有结婚 要不就晚婚 是吧 啊 夫妻感情也不好 也难以白头洗了 因为你有妻心 就代表妻子是在你的命中的 它一直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那可能只是流年大运来了 是吧 流年大运一过 就没有了 就给你离婚了 给你分居了 是吧 就这个想啊 另外 不见财心 财心为用 那么赚钱也比较难 只不定你这个钱贷子 它一直是空着 是吧 你怎么能够赚钱呢 比如说你靠体力就要干的 为什么有人是靠体力呢 因为他没有财心 他特别贪求这个财 是吧 但是没有财心的 咱们说了 笔节旺旺是比较旺的 笔节旺就是身强力壮 就赚这种快钱 打零工 打散工 是吧 去干体力活 就来钱很快 干一天就一天的钱 所以他就这样 当然有时商就不一样了 那么笔节可以生时商 就代表你身强力壮 精力旺盛 我可以去学没技术 是吧 就是时商学面技术 然后用时商去生财 但你时商很旺 如果没有财心 代表你技术很精湛 但他不能给你赚到钱 但是如果你流年大运突然一走到 才旺的流年大运 你会突然发财 你的你的这种技术啊能力啊 会突然爆发出来 为你赚到很多很多的钱 另外 但我们要明白 你财心为用的话 没有财心的人 他往往特别愿意去求这个财 贪求这个财 那么他很可能会出现个问题 就是容易去赌博 特别是笔节多的人 笔节多没有财心 就像一群赌徒都想要赚钱 想从对方身上去赚钱 当然了 如果你财心为继承 财心为继承是什么情况呢 往往可能就是命区当中有财 财比较旺 这时候你就不能再走财运了 你走财运反而是比较差 另外这种情况就是你印性为用 你命中有印性 印是生你的 这时候官印相生 是吧 你也不能再见财心了 你这样财心之后 你就会突然有欲望 就比如当官 突然想贪污 搞这种欢外情 是吧 可能会导致丢官罢职 好了 这节课关于缺少财心为用神 容易有什么表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